这要真正有一点智慧 波达玛有怨恨心 生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来考试我 看我忍辱功夫到什么阶段了 我心里还有一点怨恨 我就想到我功夫还不够 我是勉强忍受的 功夫真正够了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一丝毫忍受的那个念头都没有 充满了感恩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 有真正发心的 有真正用功 很精进的 但是还是没有看到 修学的效果 那什么原因 我们细心观察了 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确实了 基础的教育 杂根教育 确实这个东西 所以敌不过境界 现在境界的诱惑 里面有烦恼 外面 有一些不善东西在诱惑我们 五欧欲六尘 敌不住 所以你的心静不下来 定不下来 心随意静转 这就最早了 齐心动念 还是搞六道轮回 与心面形不相干 没想到 早晚扩的时候 想到心面形 扩宋完了之后 就忘掉了 还是贪嗔吃慢意 这怎么能成就 主事大呆在此地 给我们个定性玩 过去造的过失 不怕 昨天造的也不怕 昨天也过去了 从今而后 我再不造了 我一定要依照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的教会 我认真修学 别人学不学 与我不相干 对待别人 像对待佛一样恭敬 那你就对了 普行行 你就做到了 普行行第一条 就是把一切众生 都看作真佛 离尽诸佛 我们对一切众生恭敬 就像恭敬 释迦牟尼佛一样 就像恭敬 阿弥陀佛一样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对人如实 对小动物也如实 对花草树木也如实 对山火大地 对山火大地也如实 你有福了 你真的觉悟了 能吃亏 能接受羞辱 能接受无故的伤害 没有关系 消自己的业障 成就自己的 忍辱 好死 不是坏死 这要真正有一点智慧 波达姆有怨恨心 生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来考试我 看我忍辱功夫到什么阶段了 我心里还有一点怨恨 我就想到我功夫还不够 我是勉强忍受的 功夫真正够了 一丝毫 一丝毫 忍受的那个念头都没有 充满了感恩 你境界 真的提神了 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是在修行 修正自己错误行为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提神你品味的条件 你没有这个功夫 你到极乐世界品味下 有这个功夫 品味就一直上升了 你说多好啊 那怎么不感恩呢 那要有怨恨的话 那好了 西方人去不了了 你都往山头去了 那就错了 要觉悟 要聪明 不甘傻事 所以居足心愿心 居足六波罗密 我们给敬宗同学 只提了五个口 第一个是三福 这个三福 敬业三福 这是最高指导原则 小杨凤 凤司司长 老师不在了 我的讲堂 这个摄影棚 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们老师后发的照片 我都先挂着 念念 不忘老师 我今天在此地学习 老师看到了 成感恩的心 痴心不杀 对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 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 对花草树木 山火大地 决定没有破坏 修射山一 摄山一 是佛法的标准 每一条都要翻新 挽阔 挽阔反省 早阔是提醒 心同佛 愿同佛 挽阔反省 这个三十二到三十七品里面 反省的 主要的就是用 摄山一 这个是 苏婆世界 六道众生 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这是的 说善居足 你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经本一打开 我看到了 我有份 我在里头 这才能成为 世尊真正的弟子 受持三规 居足众介 不凡为一 第二条 从这里提升 提升 这是佛弟子 都做到了 再向上提升 大臣弟子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这个因果就是 成佛是因 那这个 用我们这个地方 幸运行是因 往生 进度是故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是因 这第一个因 第二个是 幸运行是因 幸运行 决定往生 神心因果 独送大臣 就念一部 无量寿司 其他都不必了 业门深入 尝试寻求 后的一句 劝尽以行 前面这十句 都是自己 都是成就自己 最后自己成就了 帮助别人 怎么帮助 我们自己真干 就是帮助人 别人看到了 会向你学习 别人遇到你了 会向你请教 真干了 不能干假的 要量力而行 不要分心 不要搞太多 搞太多了 一丝五成 那就害了自己了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法 法